哎呀 姚大姐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这个除了惊叹之余 其实我也有一些担心 我在想你的身体 这个构造是不是跟我们常人不太一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一位专业的老师上场了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是 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系的老师陈真 欢迎您 陈老师好 哎呀 陈老师 我在想您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专家 我们是在看热闹 您是在看门道啊 对 我今天带了一个万用表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一下嘉宾的电阻 然后我们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电阻 大概是什么水平 那我们就有请一位嘉宾一起来配合一下好吗 好的 那哪位老师来帮我个忙 余老师还是您吧 好 那陈老师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验 好的 那么我这儿呢是一个万用表 我现在把它打到了电阻档 那么这个测量非常简单 就是用手指直接握着这个表笔的两端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儿显示的数据 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指之间的这个电阻呢 大约是550千欧左右 那我来试一下我的电阻 您来试一下 奇迹可能也发生了 我可能也是组电的 您还不如陈老师 您才300多 所以您特别容易被电打着 350千欧 350千欧 正常水平吧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人体的电阻啊 一般在从几千欧到几兆欧之间 它变化非常大 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在手上哈口气 电阻会迅速地下降 你看现在就是200了 200了 就是200千欧 会下降的非常区别 我和姚老师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来测量一下吧 好吧 姚老师拿这个吧 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嘉宾的电阻呢 可以达到10兆欧 10兆欧 跟我的电阻怎么样 您是刚才是200千欧 这是10兆欧 哇 你可以算一下 这怎么算啊 我数学特差 我物理特差 10兆欧呢 就是1000万欧 也就是说电流 到了姚大姐身上 她不活跃 到了我身上 她一场活跃 就把我毙命了 您呢 就是一根粗管子 这水流的就快 就多 然后嘉宾呢 就是一根细管子 这个水呢 她就流不了 那么快 她这么说就很形象了 实际上姚大姐 她本身那个身体能够 把那个电流弄得 相对正常人小很多 对 她就是一个巨大的 线流电阻 陈老师讲得很专业 但我更想听听那个姚女士 你跟我们现身说法 你说一下220伏电 通过你身体和400500伏 有什么区别 那个感觉是什么 你跟我们描述一下 好吗 220伏对我来说 好像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跟最强的东西一样 400500伏的时候 就麻酥酥的 这个有个量的问题 就是你在一晚毫安的时候 一般人都是能耐受的 但是一旦到10毫安以上 你就可能出现肌肉精卵 30毫安以上 你的神经系统就有可能崩溃 这个是非常危险 所以再三提醒 我们电视机间的观众 无论如何不能尝试 就这个尝试还是有危险 非常危险 也就是说姚大姐 在不同的时期 也是有不同的结果的 对 所以我觉得嘉宾 真的要注意这一点 就是说 因为她可能就在毫里之间 她不是线性增长 也就是有一天 可能有一天 她的皮肤的那个临界值 在降低的时候 那么一旦被击穿 那就是在 就是在这个几秒钟之内 可能就致命了 陈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最安全的电压是多少 是这样的 咱们取的都是比较低的值 中国规定的是36幅 你严命就给我摇履 是为什么她的电阻比一般人大呢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皮肤电阻 我们的皮肤外的角质层 这部分是绝缘性最好的 皮肤的电阻 皮肤电阻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比如说姚女士的手 你可以摸一下 她的手呢 比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 明显的要致密一些 它后一点吧 它明显会致密一些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应该是在皮肤上 会听风变雾的暗小娃 眼盲心不盲 卖电奇人摇眼睛 敢于冒险探索未知 他们虽然拥有着不同的超能力 但是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很普通 没有超能力 但是只要我们敢于挑战 勇于突破 说不定也能收获 意想不到的惊喜 感谢收看今天的 有情主角